和文娜老公回应办婚礼分歧 3月31号在婚前21天节目中 和文娜与梁超两家因办婚礼顺序起了分歧 一时间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稍晚梁超发微博回应 其实办婚礼就是一个讨论的过程 我们现在全家都在龙岩 她不仅是你们的冠军 也是我的冠军 随后和文娜也配文爱心展发 马上出生 这两天我一直在取舍什么 取舍在孩子和我父亲当中 让我做一个这个选择 就是因为我爸的手 那个实在是 之前受过伤 对对对 我一岁时候出过那个车祸 我还是想多迁就他 因为他坐不了飞机 我没有动车 太受罪了 可能我个人希望 我们先在北京办 梁超 我给出的理由 我觉得你爸爸来这边可以提早来 我们的气候也挺好的 第二我就怕宝宝和他做叶子 然后来回的折腾 还有一个就是 你现在那么忙 你定下来 我就回去立马找手 我就可以安排 你当时候妥妥的你就过来 这个麻蒸不那么简单 那不是那两回事 对对对 你在北京办 那我在那坐月子 我又看不见 那万一你办了 不是我想要的吗 所以就要商量好吗 曼谷老新闻 别人的家世 还是不要过多地讨论了 婚礼顺利呀 不当